欢迎回到我们的课堂 下面呢我们跟他讲什么呢 讲讲 看这个 指针硕组 刚才我们硕的指针硕组 指针硕组 原来我们讲 第一种内存模型是吧 那这个内存模型估计大家都会用了 这个我们都会用了 最主要是我们跟他讲什么呢 讲指针硕组的用法 应用场景 说讲指针硕组的应用场景 他有指针硕组组 有两种用法 第一种用法是一般是用来做菜单 第二是在命令行里边 命令行 他 他这两种用法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我直接给大家一个案例 大家敲一下就可以 看一看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案例给大家说明了就可以了 那这代码 你敲过很大便了 所以没必要给大家敲了 那我们看一下代码 首先呢一个命含数 这里边定义的变量不说了 这里要是定义的啥 定义一个树组吧 成了指针 这个模型跟他讲很多次了 而且这种模型我们是进行的盘序 对不对 下面呢我们看 这个判硕 这个指针树组组组 Creatif 这函数码索会退化为指针,退化成差弦阴影,内置的设备用,输入地址 这个是一红定义 ,这个和第函。 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实现了什么功能,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的实现。 这是韩生日后地址吧,在这里呗,就是相当一个表格吧,插表嘛,那他是,你看这个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内存模型也有了,well case static do,就是关键字吧,是源的关键字,那就是一行一行的社区呗,所以说他经常用来做菜单,人家的意思吧,他经常用来做菜单,那现在呢,我把这个菜单的手地址传到这里了,相当一个table,一个表吧,然后呢,又传了这个, 说组做韩生日后会退化为指针吧,所以说他把它长度传进来,对不对啊,然后又传来一个key,也就是说输入这个key,求这个key在这个菜单的位置吧,把这个位置通过指针做韩生日后,对吧,渐渐复制的方式传进来,对吧,也就是说,我求度在这个菜单里边出现了次序,第0行,第1行,第2行,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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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第3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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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然后呢 把这个扣子 把13给复制了 对不对 通过行餐 把13个纸给改了 把这个 把这个纸给改了 是吧 改完以后呢 然后呢 就回 回 回来了 是吧 就没必要了 那我们先看这个成绩 跑的结果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还不就 过一吧 先看大块 再看细节 然后呢 F10 果然 Pose 等于3 也就是在第3行 是吧 0 1 2 3 再往来 打进Pose 等于3 再看实在这个的关键是 是不是在第2行 0 1 2 是吧 也是在第2行 这样的话 1个3 1个2 那这个程序 我们估计大家都熟悉了啊 但这不是我想要讲的 这不是我想讲的 因为这个程序太简单了 是吧 那我想讲的是这么几个点 需要给大家强化的啊 一个是红 一个是红 好多学员啊 好多初学者 在 其实这句话也没啥 你看见吗 这句话就是 DMA 那正在DMA 是啥意思 你看见吗 这 这个地方是 如果你想理解这句话 那你要进行红替换 或者是说 红展开 这句话 要机械的编译成他 这句话 红替换 你不是来过红替换吗 他会替换成这个 你明白的意思吧 会替换成他 那那个A 关键字不是A吗 A不是他吗 很明显 这是一个 带参数的红吧 那A不是他吗 那A不是他吗 所以说提款他 这是一个带参数的红 是吧 带参数的红 那你就是机械的把它展开 这么一看 你是不是明白了 这是干嘛的 这是不是求求硕组的长度吧 硕组的长度 这个啦 求硕组的第一个元素的长度吧 这么一减 这么一除 是不是求出 这个硕组的个数啊 是吧 OK 硕组的个数当然了你也可以 定定他 那1234 就这样是4对不对 是4 OK 这是红展开 是第一个我想讲的点 就是碰见红的时候啊 你那就机械的来一个红展开就可以了 明白吧 因为这一条我们都讲过了 这个一条都讲过了 所以不做错了 然后f7再加一把 那我们看这个结果是不是f9加大连 给我一把 f7进去 那这个这样就是4是吧 还有 这个 硕组指针做海上三次和退化为指针 当然了这个中文号和信号的区别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写了他 都是一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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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点讲完了 那 再给他讲第二点 第二个点啊 第二点是 我们说了 多维数族做海上三所会退化为一个指针 你怎么样证明他一定退化为指针呢 可以这样证明 怎么证明 可以这么证明 你可以对他 再 证明这句话 明白的意思吧 赛道五泰国和赛道五星泰国 他是一个差行星 他一定是一个指针了 不再是一个硕读 他只是一个内存的手地指 而已 所以说西洋兵器根本不会关心 他是不是一个硕读 啊 那你这么一球 同样是这么一句话 在这里的长度 球出来 14 对不对 那如果是 行差 对行差进行球 我们看是多少 F9加到没有 F7变远吧 F11进去 然后要走 走到这里 这行 你会发现 A的并不是 你想象的那个数 4 而是一个1 原因很简单 这个是不是只能把 二级指针 站在内存空间几个字节啊 4个字节 一级指针 站在内存空间几个字节啊 4个字节 4除于4 正好等于1 因为这个地方 泰国不再是一个硕读了 你如果是硕读的话 在这个地方 send off 硕读 你可以求出整个硕读的打架 它是一种硕读的类型嘛 对不对 那你这样是个指针了 所以说它不再是一个硕读了 所以说这个硕读是1 这样呢 我也坚决的证明了 我也坚决的证明了 硕读做函读参数的退化问题 别的意思吧 就是讲 想要讲的第二点 硕读做函读做函读参数的退化 你证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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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那 下面呢 我们看 这是 没有这个意思吧 你看这个参数是啥 嗯 这个参数是啥 这不就是一个 传说中的爱基人吗 其实他是一个 他这么写是因为他把他当成 指针射组了是吧 嗯 他是个射组 但是呢 我们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写两个星和中国号这么写是一样的 知识他这他这么写是让我们程序员很方便的知道 这个内存的手地址的数据类型是一个 硕读指针是一个 指针硕读是吧 那好了 下面呢 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我开始把它给做优化了 11 下面那么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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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问题了 F7编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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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呢 我们看这个程序是完成什么功能啊 首先呢 定义了一个 别人会掉这个面函数 好了 然后我整了两个指针过来了 你是不是有点懵啊 你是不是有点懵啊 那这个地方你可能不会懵 因为你知道 有人要调这个函数 没有这个意思吧 下面呢 直接看这个函数 因为这个面函数虽然我们用了很多遍 但是我们确实实实实没有 仔细的去思考这几个参数的意思 下面呢我们跑一把看什么什么个象限啊 F7编语吧 先跑一把 你会发现 有了一堆 看这个啊 B-G-RG-V 看B-G-RG-V在这里 B-G-RG-V在这个吧 RG-C 那这个是啥意思啊 不知道 再看呢 B-G-RG-V 再看底下的 环境面量 在这里吧 而且你看 我们不是说了吗 有这么个 有这么几个疑问啊 你应该 立马在你脑海里面浮现 哪几个疑问 首先 硕足做寒冷参数 会退化为指针 请问 这个指针所指向的这个空间 它的有效的硕计项 有多少个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知道 你怎么样判断 这个 数据项的结束呢 言言之意是说 你怎么知道 判断它这么就结束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吧 另外 还有更重要的问题 什么叫重要的问题啊 请问 这一块内存空间 我说了 指针都是浮云 最重要的是看内存块 是谁给你产生的 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吧 理解指针的观念 不在于被指针的一级指针 二级指针 还是三级指针 关键是看这个内存空间 是谁给你分配的 是在什么地方分配的 请问 门含术 这两个内存空间 是谁给你分配的 对 应该往这个地方想 如果你不往这个地方想啊 你这个含术 你一辈子也理解不了 这个含术其实很简单 是操作系统把我们的应用程序给拉起来了 门含术 门含术意思说我们一双击这个软件 是操作系统支持了我们这个软件运行 门含术意思说是操作系统 帮我们打造了环境 打造好环境以后 门含术 是操作系统 和我们的应用程序的一个交互的入口 门含术意思说 操作系统会提前分配内存 分配好内存以后 把我们的 应用程序的内存司机给搭建起来 堆区 战区 环境区 代码区 搭建起来以后 再把这个他打造的内存空间 通过指针做含术参数 把内存的历史传到我们的被调用含术里面 我们的应用程序就可以实用 操作系统给我们提供的环境了 如果我们有猜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环境变量的信息 就是他 你看这不是环境变量吗你看到吗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我们系统 配置的所有的环境变量的信息 都在这里面 在底下 高级 环境变量 你会发现 我们所定义的 我们这个界面上所表达的所有的环境变量 看到吧 这个人还好 都在这里面表达出来的 这里面值和这里面值是对应的 那他是怎么样确定在一行一行设计的结束的呢 他是怎么样确定在一行一行的设计的结束的呢 他是这么确定的 他做了一个约定 做了哪一个约定呢 反正一行一行的设计 最后 最后他这个射组吧 最后是个射组 最后这个射组 他给他加了一个斜杠零 加了一个斜杠零 所以说 通过他 就可以判断出来 这个二级指引人的射组 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当他不等一诺的时候就打印 当然等一诺的时候就不打印了 这仰逆的意思说 这个射组 是一零借我的射组 一零借我的射组吧 OK 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对对 是操作系统 把我们的运用程度拉下来 是操作系统 帮我们分别的内存 所以说如果你不理解这个原理 你看 如果你看函数你看别的一堆一堆的API函数 那个时候 关键市场要分配内存 是谁给你分配的 你就说这个函数 你如果你站在这个函数里面去思考这个函数 那你保准思考不同 你应该站在什么地方去思考 谁调这个函数 谁给这个函数分配内存 就搞定了吗 对吧 这样的话你的档次立马提高 你这样的话你能迅速的把 别人的写的API函数给调进去 对吧 那看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这个没有函数你可能不大理解 哎呀怎么突然来着这个指针啊 这个指针怎么打印数据了 你 理解指针关键不在于背着个家里的内存 看谁分配的内存快 你看操作系统 帮我们分配的内存 分配的内存以后把内存实力 认给我们被调进的函数 我们的应用程序去使用了 是吧 另外呢我们在细细的分析什么呢 细细的分析它 这个ARGV啥意思 这个ARGV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我们可以往我们的应用程序里面传参数 你看这个里面啊 你看一下 这个 你看后面没有参数 什么叫传参数啊 我给你做个实验啊 找到我们的那个 这个是ese啊 找到我们ese 我们呢这么搞 CMD 啊 啊 然后呢 E盘 转过去 cd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么搞 啊 从c盘跳到E盘 怎么跳的啊 从c盘切换到E盘 先一毛号 然后呢 再从E盘进入到E盘下的目录 注意啊有一个盘符切换的问题 再说一遍啊 有一个切 盘符切换是这么切的啊 你从c盘直接进入E盘 之下的目录是进不去的 你必须 先切到 先切到E盘 明白的意思吧 一毛号 切到E盘 然后呢 这样 这样 到了我们的应用程序 之下了啊 然后呢 在这个他 回车 啊 站上来 然后呢 AE BBB 控格 CC 控格 DDD 控格 回车 看一下 上面 你会发现 是不是 AA BB CC DD 是我们的命令行参数啊 也就是说 我们的应用程序 可以挂参数 那这样的话 我们我们可以这么搞了 如果我们呢 可以 这是我们的应用程序吧 我们应用程序输入一个11 可以有一个行为 输入一个22 可以有一个行为 可以输入是一个33 有一个行为 是不是你经常看到这样的应用程序 他就这么做的 那他是怎么捕捉 1112233的 他就是通过这个他 通过这个 传说 通过他 那很明显 他是一空格 是吧 或者是回车航行作为 整个字幕上的分割符吧 分割符 那是吧 你看 你看 现在我们是传入了三个参数 三个三 44 AA 原来的意思说 操作系统 把我们的命令行的输入 给抓过来以后呢 再说一遍 是操作系统把我们命令行的输入 3344 AA 抓过来以后 分别好内存 传到了我们的 mail行上里面去 我们的mail行上里面去 使用了这个命令行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但是呢 如果你不站在这个交道去思考这个问题 则 这个行上你想不通 是这个意思吧 OK 那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是有一个参数啊 是有一个参数 那这个命令行的个数了 命令个数是怎么命名呢 这是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参数 上一个 是两个 这是三个 这是四个 所以说 这个是四 那就是四了啊 就是四了 OK 那这个命令行参数啊 这个知识点给大家讲完了 命令行啊 就是一般情况下 呃 魅韩说的这个参数 这个命令行参数啊 嗯 这个点给大家讲完了啊